好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這個自然健美世界冠軍Lake 想請問一下這個Lake就是這個 因為台灣大家都知道健美 可是這個自然健美跟一般健美還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其實都是健美嘛 但我們知道就從字面上來解釋的話 最大不一樣就是自然這兩個字 那為什麼自然呢 因為它自然就是有比於一般的健美 就是它可能有掛上藥檢這個動作 所以說它會去做一個特別去做一個驗尿 可能是驗尿或是驗血的這個東西 然後我比的這個協會啊 它還會包含比賽前還會做一個測防的動作 所以它其實最大的不一樣點就在於說 它讓所有的選手站在一個相對比較公平的一個起跑天上去做 進行競賽的部分 所以它是為了說是避免選手可能為了追求身體的美 然後就導致一些後遺症啊 可能會想走捷徑啊 或是說做一些突破身體極限的一些 注射藥物或是使用藥物的行為 就是說怕那個對大家晚年身體不好 可能不用到晚年啊 很多年輕人健美選手早年就不好 早年就不好 對啊有的人可能心地跟射手啦還是幹嘛都有 這麼危險啊 是滿危險的 所以你說其實自然健美應該是一個很 以後應該要普及的概念 就以後應該只剩自然健美 不自然健美都應該被淘汰 其實你要說淘汰其實以商業主… 商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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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人不夠看嗎 看個人啊 我自己是覺得不會不夠看 但是很多人會覺得自然健美的 讓我們肌肉呈現的張力啊 可能就不到那麼誇張 因為可能一般的健身房 你就看的到 身材很好的自然選手 但是如果你要看到怪物 可能就比較難看到 所以非自然健美 應該是比較難被淘汰掉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自然健美會慢慢成為一個… 一個趨勢啦 必須這樣講 就是說因為一般人可能 他就是覺得說 我想要追求一些身體不錯 但是那也不是說 那只是興趣嘛 或者說業餘的 我還是想要活很久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我就參加自然健美 而且有一點很重要 你剛說到活很久 像很多自然的選手 他可以比到六七十歲 他還在比 所以六七十歲年齡不是問題 年齡不是問題 因為你六七十歲 其實你如果照自然的方式連下去 你是會很健康的 相對來講是相對很健康的 可是你用藥物的話 你可能不用到晚年 你可能到壯年還是幹嘛 你可能身體就會出現很多狀況 很多職業的一些非自然健美的選手 他可能到中晚年都其實 身體狀況都很不好 只有少部分可以比到四五十歲 五六十歲 很少很少 但是以自然選手的話 比例相對就高很多了 對啊 所以那個就是自然健美 現在在全世界 就是大概有 就是一年會有幾次的比賽 就是世界性的 其實標榜自然 或是掛上自然這個 這個名義的協會 其實 不下數十個吧 可能有十個 因為各個國家都有嘛 其實 但是以主流來講的話 大概有兩到三個是比較主流的這個協會 那他們每個協會辦的比賽 一年啊 呃 大家小小 瓜瓜業餘跟職業賽的話 大概一年都有 十來場到二十來場 十來場到二十來場 然後他們會在 辦一個年度的大賽 那那個大賽是 所有最頂先的這個行為 最頂先的選手 都會去參加 對 所以是 今年的話 有辦在哪嗎 今年辦在紐約 紐約 對紐約 然後是在十一月十七號 十一月十七號 所以你也會去 會去 會去 對 那這次其實很 很幸運的 點就是 呃 去年 去年只有我一個 台灣只有一個職業選手去 那因為今年剛好台灣辦的第一場的 呃 自然健美的職業卡職格賽 是那個 在實驗大學那個嗎 對就是那一個 就是那一個 那一個 然後那一個完之後 產生了幾位台灣的職業的選手 然後因為那一波的關係 導致後來有很多人關注到這個比賽 然後陸陸續續就有很多選手 去新加坡啊 或是菲律賓去比 然後也有幾個選手拿到職業卡 所以這次 我們總共會去的選手 職業選手 大概有六名 包括我 有六名要去紐約 所以這次的戰力會比我們上一次還要來的好很多 這次去紐約 就是台灣有六名選手 那總共全世界大概有多少人 選手會去參加這個 呃職業選手應該有一千多位 一千多位 但是呃 因為是不同 不同項目不同量子 對 所以其實 每個項目可能都有幾百位賬 對啊 那就是這個 呃 我們 台灣你覺得我們 目標是 比如說拿下六金嗎 還是 你覺得大概以實力來講 當然是以六金為目標 真的啊 但是能不能拿到六金就要看 當時候的狀況啊 因為其實 呃 你也知道跟世界各國頂尖的選手 去做 呃 我覺得拿下兩金是沒什麼問題 你說台灣應該能拿下兩金 兩金 對對對 台灣現在在世界這個健美 算是這麼 就是強勢的國家 我覺得不能說他強勢 但是 我跟你說 台灣在健美這塊其實 呃 其實不算弱 不算弱 因為其實我們人不多嘛 對 人不多的情況之下可以 有這幾位健美選手 然後也是職業的 這種程度的 其實我覺得已經很 對啊 我是說為什麼台灣小國 然後 就是 就可以有這麼多優秀的選手 然後 我覺得跟台灣人性格有關係吧 很肯吃苦啊 然後很吃不耐到 然後就是很願意拼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其實健美是一個很講究 刻苦鍛鍊的項目 對 它本質上面是 就是你 雖然說現在的 呃 備賽的方式已經 有所進步了 不像 不再像以前那麼土法練肝 可能需要斷水斷鈉 或是說斷炭好幾天啊 甚至你只能吃水煮 吃幾個月這樣子 現在的方式就是比較 觀念整體都比較進步 所以說其實 備賽起來相對容易很多 因為你其實 其實我 什麼都可以吃 只是量的不同而已 那 這就差很多了喔 這可能在整體的 備賽上面就會輕重很多 不過 不過 一件事情是不變的 就是你必須 把你的 生活模式 調成是備賽的模式 就很健康 很健康 然後 你必須犧牲很多東西 像什麼 像 朋友約你去夜場啊 吃宵夜啊 吃宵夜啊 吃宵夜嘛 然後可能酒吧喝酒 夜店啊 這些行為 都可能不太能參加 甚至有時候 你平常白天 要出去玩的時候 可能你 假設一下 所以你今天 只有排兩堂課 或是三堂課 你可能下午 朋友約你去 可能去 騎車幹嘛的 像我 我有幾個同事人騎車 他們有時候就會約 但是因為 我下午的時間就是我訓練的時間 所以我就必須犧牲跟他們出去玩樂的時間 必須留下來訓練 我才能 達到我想要的目標 所以就是必須犧牲蠻多東西的這樣 所以像我們傳統會認為 可能歐美人有一些優勢 但是其實在這個健美比賽 他沒有這麼大優勢 如果他不肯照這些紀律來訓練的話 對對對 他們很小就有一些 其實他們的運動風氣不用跑很多 所以他們不一定是說 他們人種真的比我們 優質到哪裡 文化就是 他們有這個運動風氣 還有他們飲食習慣也跟我們 我們主要是以 米食 麵食 澱粉類為主 可是他們就是吃肉 牛排 漢堡 然後披薩 那些其實 都有蠻多蛋白質 可是那些優勢是不足以 營建為比賽 他只是說他可能 他們平均紀錄都比我們很多啊 對對對 但是 但整體來講的話 其實如果說你單看健美那樣像話 如果假設 假設 假設 都是18歲開始練 那18歲以前呢 飲食模式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18歲一起開始練 不見得台灣人就會輸一個黑龍 這是不見得 對對對 但我是指說 他們只是平均值比我們高 對對對 就是說他們的起跑點比我們高 可是他如果參賽前 他就可能隨便去玩啊 或者是 他沒有 就是把握好訓練的節奏 什麼的 他可能比賽的當下 那個狀態不好 就可能 就是就還是會輸掉 對還是會輸掉 因為其實 很明顯就是 去年我不是 我是第一個 算是 我那個項目 唯一的一個亞洲選手 對對對 那 我身旁其實不是黑人 就是白人 可是我還是贏下了 我的 那個 名次嘛 所以其實 你會發現其實台灣人不會輸 因為我 我也是這樣子一路苦過來 我也沒有覺得自己比別人厲害到哪裡去 但是我就是可以贏 代表說其實 他還是有一些 可以跟別人競爭的地方在 自然健美的話 他就分那個 健美跟什麼 健體 對對對 以男生來講基本是兩種 所以這兩種是 最大差異就是服裝上面不同 對 服裝就是一個是穿 三角褲 一個是穿海灘褲 對 然後他 穿海灘褲 因為他把我們的 大腿大部分都遮住了 對 所以基本上他是 不平比你的 下半身的 對 所以那個是健美還是 健體 所以健體是海灘褲 然後健美是三角褲 所以健美是全身都要 然後健體就是上半身 對 所以你是 我是健美 跟健體 都有 但哪個你更強 欸 我比較適合健體啦 健體 所以是上半身 對對對 就是上半身的部分 就不是下半身思考 對對對 我一定不是這樣 我是理性的東西 理性的人 理性的人 參加上半身健體 就是 參加下半身健美就是 比較瘦心 沒有沒有開玩笑 哪有這樣的差別 沒有沒有這樣 所以你拿過那個 就是兩種冠軍你都拿過嗎 痾 健體我拿到職業賽的 量級冠軍 但是健美 我今年才拿到職業卡 喔 所以我還沒比 對對對 所以 就是這次看你能拚個 雙料冠軍 雙料冠軍 這會不會 所以這兩種沒有衝突嗎 其實 身型上面有一點點衝突 因為如果說你太健美的身型 對 去比健體 其實不一定會比較吃香 因為你上半身太膨脹 然後腰可能相對比較粗一點點 所以說你在比健美的時候 可能 比健體的時候可能 平時會覺得你這個太壯了 你跨越不同類型 你這樣比 可是健體不是是上半身嗎 可是上半身它 是要求比較唯美的感覺 所以健體要比較唯美 因為海灘褲嘛 比較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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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人 然後健美就是很beast 要像野獸 那種綠巨人 那些就是整個炸出來 就是那種感覺 對對對 沒有錯 所以它那個 可能就是你上台的那個pose 都要想 就是 一定要練習啊 反覆練習啊 像我在這邊最常做的就是 在那邊倒鏡子 然後那邊做動作也很高 就是搞一些 一般人 在一般人眼中會覺得 他在幹嘛的動作 這樣 可能 不認識的人會覺得 我很自戀每天都在那邊做練習 但其實我不是 我是在練習自己的pose 這樣 對啊 那像這個 所以它的評分 就是客觀評分嗎 就是說什麼 你這個肌肉啊 角度什麼 35度啊 沒有沒有沒有 它沒有評到這麼的科學 對 就像你 怎麼講 就像 美食評分那種感覺 類似這種感覺 就是 你一個東西 一道菜啊 過鹹 鹹到大部分都沒有辦法接受 那就是不好吃 對 但是這個鹹度呢 九成人都可以接受 有一個人覺得太鹹 那這九成的人打他都打100分 那只有你打他打60分 那基本上 這60分跟其他人的100分去做平均 他還是會是蠻高分子 大概是這樣的例子 就他有一個客觀的依據 大概在那邊 所以像那個肌肉量也不是越多越好 嗯 通常 痾 健美是越多越好 但是你要多的協調 對 就是你不會 不會你像他嘛 嗯 他其實多的很協調 對 所以他才被拿來當作雕像 對 這是真人仿的嗎 還是 這是仿造我的身材 才怪 沒有啦沒有 當然不是 沒有這是 仿造就是他們想像的 他們想像的 反正就是 假設 假設他胸部是平的 然後他手 比現在出兩倍 你覺得他會好看嗎 你覺得比你很怪 對對對 所以其實是 協調 他講究就是協調 然後均衡 然後有美感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就是說這個 欸對啊 像我看有限的這個 肌肉的長寶 這樣也不太一樣 對對對 那這個是 就是說 他就是看怎樣 大家覺得美 對 反正就是這個分數呢 就是七個人平出來 對 但我會說像 比如說他這個啊 他不是說八塊肌幾塊肌 那我會說這個快速有說是 一定要幾塊嗎 沒有 你只要 然後這個快速看起來是協調 協調就好了 你看起來順眼 啊如果 你看嘛 如果這邊是這邊三塊 這邊四塊 當然就怪怪怪的 對對對 那他的分數就不會太高 對 所以這個是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根據自己的天生的體質 再決定他要練成怎麼樣 對 就是一個要自我判斷 或者說是自我覺醒 就是說我根據我的特色 嗯哼 然後再去做一些訓練 讓他弄得更美 對對對 更有優勢這樣子 就是你天生有一些 初始的設定嘛 對 你初始設定是沒有辦法改的 你只能 假如你是刺客 你就是敏捷高 對 那你就只能讓你的敏捷更高 讓你更快 對 你刺客就不想要 就別想要把力量調到最高 對對對 所以他是要自己去發想自己的身體的一些 優勢 然後把優勢強化 把優勢 把劣勢 遮蓋住這樣子 對 所以是有謀略的 對 就是 就是 對